嗨,杨老李,你什么时候新主的,去这个道是多少时间了,你觉得你的黑暗是什么,然后呢,你想祷告什么,就是几个问题。 我是01年生的。 什么时候去这个道? 这个道就是从起床去的那一家。 来去这个道,跟不跟上学习? 跟上次跟上次是说表达不了,抓住不住那个特性。 那你说你的黑暗是怎么样? 黑暗是没有那个爱不够,还有高恶之大,大也没有,没有圣主之情。 我就那个拜偶像,我照顾在外面,晚上来的,我就人家叫我到处去,去那个问了巫婆。 她又叫我拿去去做那个改啊,后来我就安向我,买来安。 那个还有那个观音,财神也什么都要,我还拿去庙里面开光过了。 喝过祝福吗? 喝过福水吧? 要不要。 你的餐是祖宫吗?现在是庆祯吗? 开始是庆祯,后来我拿那个观音去那个庙里开光。 我说怎么用那个状语来说,后来我都不是很想象。 那01年我就跟张哥妹去信耶稣了。 那么你现在对于耶稣的认识,跟你以前一年年也是一样吗? 不一样。认识耶稣,真的不可能一样。 就是因为你现在认识的,肯定是跟以前认知的,肯定是不一样。 哎呀,在以前我们有信的时候,是最实在太多了。醉酒方宴,什么都很多做。 那后来圣约书以后我喊去。去哪? 对于以前,他喊在三次教会里面也是常常喝酒啊,还有那种血气啊,各方面,都是很突出的,没有改变的。 就是从听了这个道完以后,确实现在的生命改变好多,很多很多。 可目度啊,所以他不断地来跟我们学习,他就没有间断过。 在做以前那些罪恶的事情呢? 他们叫我说,我不去了,我跟你们不一样,我的信仰和你们不一样。 如果我再跟你们,我就没有救了。 后来他们叫我两次,我不去了,他们不敢叫我。 以前啊,我的脸也和那个朗月的一样,我的心苦。 心中好苦的,每天,就是从来没有笑脸的。 我甚至,以后我的身好喜乐,每次来,有时候来听微信仙说, 讲我的灵,我的灵,我的灵好像都跳动了。 很开心。 那很开心。 你这句话,说明这个道能处理到你的心? 对,我的灵,你不知道他有多凶啊。 什么最坏的话,他就说我。 现在我就说,我不再是为他而活了,我要为上帝而活。 反正他没有生养,他是没有盼望,我有盼望的,我不会看他脸色。 我也不在乎他怎么说我。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他,以前我为他,生好烦的走不出来了。 每天吃饭的什么,都吃不下,一想到这个吃不下。 后来,现在我,呃,先这个,先这个道一条完,我就知道了。 我就不看了。 这个改变,这个,我看了就是说,我最常都看成你以前那样。 现在,因这个真道,确实改变了。 其实他的生命是改变,也是很大。 其实他的性情也是非常大。 还有他那种,他那种内心的喜乐啊,哪里像一千啊。 因为我们都是一直走过来,一直在服侍,在教会里面服侍过来,我也很了解他。 因为之前他那种呢,他那种呢,内心的忧郁啊,焦虑啊,那种忧愁啊。 有一些不信心的时候,很容易暴露出来。 但是现在他,真的他现在改变了,就是改变了另外一个人。 其实圣灵也,给我看到他的生命是不断的向前奔跑的。 而且他也很清楚,他不跑,他都都是。 其实圣灵也已经给我,看到每个弟兄姊妹,我们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的,生命的状况是如何。 其实他真的,现在他是,他是一个很渴慕的。 生命改变也是最大的。 因为这个是这个道,决定了他的心。 嗯,我感谢上帝。 现在我要求上帝,四个月穿名字,四个月穿一个好的记忆里, 把他带到神里,我现在就是这样。 没有什么,没有什么,摆到桥了,我就摆到这家天国的路,摆到什么样。 好,谢谢主。 我现在天国伙,感谢主。 就把这个班子妹在当中,主啊,也听了他这个故事的介绍, 包括他如何的这个微向神,其他真是做到了这种改变而悔改。 而并不是只是嘴上说,而是真实的,不断用这个道来洁净自己,主啊。 你也看到了他一个渴慕的心,也愿意,你也看到了他一个愿意悔改的心,主啊。 他上了一个愿意的心,也是你所悦纳的,万君之耶和华神的。 他现在呢,就是说,在这个可能记忆经文,或者记忆神的道上呢,可能会有缺乏,主啊。 愿意神的道,愿意神的话语,愿意这个真理,能流入他的心中,刻在他心板上,主啊。 也不断的这种给他开窍,给他聪明才智,如何的去明白这个道。 读圣经的时候呢,不断的去领悟,反思导节。 通过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反思导节呢,把神的话语,不断的默想,刻印在自己的心板上,主啊。 赐给他这样的很聪明才智,在家里当中,如何的去做一些事情,还有如何去攻破在家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考验。 万君之耶和华神呢,真的是愿神的里面大大的感恩他,因为他也愿意真心的回应这个道,愿意向光,不愿意落在黑暗里面。 若是这个姊妹呢,真正的愿意向光,愿这个光呢,不断的就来洁净他,用这个光呢,冲破他的黑暗。 不管他以前,包括偶像,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,背后以前的黑暗的势力,隐藏在他身体里的黑暗的势力,还有背后的黑暗的势力,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,砍断。 主啊,求主耶稣天使天君,来保护这个姊妹,让这些黑暗势力和魔鬼撒旦的轨迹和战术,全部落空。 主啊,愿天使天君,愿主啊,求主耶稣天使来保护这个家庭,保守他,保守他的心思一年,愿他在这一年,遇有更大的改变,不断的改变,不断因为这个道而决定,万君之耶和华神,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,愿意聆听众地上的姊妹的祷告。 求主来保守他的心思一年,愿他在这一年,不断的归向你,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 我在武汉那时候,在武汉卖本的时候,也有一个美国的,我们去聚会的时候,他说,谁没有说话别的,就站在那里后来,我们就站在那里后来,他就祷告一个一个的安国祷告回来,那时候我就说起那个方言了。 现在还有吗? 那时候我学真理以后,我也听晚上,我就,今天说完了,我们以前走的路都是错误的,后来我就不说了,不说了,有一天晚上那个,我刚刚说一个月,一个人在我旁边说,说那个方言,我说,我不说了,不要了,你赶快知道,我现在学真理了,我不讲了。 有时候我打告之后,就看见那些,看见人家身上什么有蛇啊,看见我们的,原来的教堂里面,那些牧师的后面都有那些鬼,那些黑暗的。 那在什么时候看了? 就是在,就是在没有学真理之前。 那说明那个时候你肯定里面有鬼,肯定有的。 嗯。 后来我,后来他们都说,那个假的都说,我看见都是假的,后来我就,我就跟上帝说,我说,我说,如果我看见这些,不是从你而来的,会不会砍断。 后来再也没有,我看见了,就是这样。 那怎么说,你那时候拒绝了? 对。 决重了,因为他们离开了,可能是。 那来,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体,可以吗?你那再咽一咽,有没有? 不安君之耶和华神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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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安君之耶和华神。 这个班子妹背后呢,师父以前通过这个邪灵,一直在他里面。 还有这个说方言的,以前说过方言。 还有这个鬼诈。 鬼诈的,还有这个不能让他看到异象的,这些背后的黑暗事理主啊。 求你今天与你的仆人一定要同在。 主啊,求你能帮助我们一起来厌上他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 主啊,求你与你的仆人耶利亚同在。 圣人的烈火在我身上燃烧,万君之耶和华神啊。 若是在背后的黑暗事理看到这个烈火。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,让他们彰显出来。 以前请神进入的无畏邪灵。 包括他说方言的,以前他利用恩,利用恩运动的,利用特会的,那些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,让你们显现出来。 主啊,求主你与你的仆人耶利亚同在。 因为你能看到,因为只有你知道,他们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主啊,求你撑掩天使天君,与你的仆人耶利亚同在。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 所有背后的黑暗事理,隐藏在班子妹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说方言的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参加利用恩特会的黑暗事理。 以及让他们看异象的黑暗事理。 你先请神的黑暗事理。 主啊,求主与你的仆人耶利亚同在。 用烈火来洁净。 用烈火来洁净来验查, 他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主啊,求主与你的仆人耶利亚同在。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, 来验查班子妹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所有黑暗事理不能再隐藏。 所有的黑暗事理不能再隐藏。 主啊,求主你来验查他背后的黑暗事理。 主啊,求你与你的仆人同在。 姊妹,有点亮。 我看到的是,就是在庙里, 庙里不是有一些人, 他是做法术的那种, 身上有拿的香啊, 拿的那个什么纸啊,烧纸啊。 就是,我也看到你, 就看到你, 你不是拿的香, 你是拿的那个纸。 手里还拿了一罐那种酒, 都老喜欢喝酒, 然后呢,疯疯癫癫的那种, 搞神搞鬼的那种。 这是一个画面。 但是第二个画面呢, 也是拿了一罐。 但是这个罐子呢, 不是你拿了, 是看到那个罐子从天, 倾倒于你。 就是那个水啊, 从上面, 那个罐子, 下面那个酒罐, 倾倒于你。 然后你就在那里, 感望那个, 那个意思就是, 意思就是说, 以前呢, 可能就是说, 你喝那个酒嘛, 最兴兴的那个酒。 然后现在呢, 一定也喝酒, 但是这个酒是从天来的那种, 火水。 这个就已经是神给你的了, 是从天而来的嘛。 所以我们不再分享一句, 你看到没有, 若是你身上没有鬼的话, 你们就看一看, 里面有个人被鬼附, 对吧? 有时候人家这个姊妹, 用真道, 心理论拒绝, 魔鬼离开, 这个鬼帽子比地下, 也是说方言, 我这意思是什么, 你们讲过什么点, 就是说, 若是你们自己, 若是你们追求真理, 若是你们相光, 若是你们拒绝, 其实呢, 在听这个真理的过程当中, 魔鬼能逃窜, 魔鬼就从你的身体里面, 魔鬼啊, 他自己, 赶鬼, 你又讲真道, 他都赶鬼, 你知道吧? 但是若是一个人,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什么, 若是一个人, 活在黑暗当中, 不知道在干啥, 迷迷糊糊的, 又并没有拒绝这个罪, 反而呢, 赶鬼很难, 你发不发现? 有时候赶鬼啊, 搞了半天, 好像, 一位是耶和华神, 压着头, 是什么? 因为它的本质的东西, 没有解决, 本质啊, 本质的东西, 它并没有解决, 所以说, 这个词面也是一个正面的例子, 是干什么? 是让我们效果的例子, 对不对? 你们想让魔鬼离开你, 那么你就, 自己什么? 自己, 自己, 追求圣洁, 反而呢, 魔鬼三难, 连鬼都不用敢, 通过讲道啊, 通过福道啊, 通过捷径啊, 这个魔鬼自然离你而去, 看到没有? 看到这个, 对, 好, 我就记得说了吧, 对, 我也看到, 我也看到了, 都是看到它的笑脸, 就是一个小孩像, 一个天真的小孩像, 你蹦蹦跳跳的, 还有, 好像, 好像它有一双大手, 把它这样抱住, 把它往上提升, 在那上边好像也提升, 但是它的脸就像小孩子一样了, 都是满脸的笑容, 都是非常喜乐, 非常开心的, 就是, 就是看到这画面, 对, 我看了两个画面, 第一个画面就是你, 也是穿得妖妖艳艳的, 喝个酒, 睡醒醒的, 然后又, 又在那个庙里, 像庙里的地方, 拿了一个箱子, 然后呢, 第二个画面的时候, 看你就是穿着很整齐, 就是很雍容华贵的那个样子, 就是, 你仰望着这个天而来的那个, 像酒一样, 就是酒罐子那个, 在仰望着, 天水, 天而来的那个饿水, 这是原来, 我卖肉啊, 早上起来, 早上三点多就起来了, 晚上回来了, 又去跟村上的那一帮, 那一帮也是感情破裂的, 就在一起, 原来本来我一点酒都喝, 喝不得, 其实这酒很难喝, 女人好喝, 后来跟他们, 整天就是, 每个晚上就是醉酒, 早上我去的时候呢, 我还没有上, 我几次去唱歌, 而且弟兄他都说我, 说妹啊, 你不要再喝了, 我看你的脸上, 你都不像一切, 就是为了麻醉自己都喝了, 就是每天就是这样, 现在我, 我学着真大口, 以后我就马上全部断开, 把断开, 你都把我全都跑了, 对啊, 我那个偶像, 我自己拿去, 我试完以后, 一个星期, 我马上拿盆子带装了, 这个偶像是什么意思, 很多时候不如, 你给他扔, 不如他自己扔, 你给他扔了偶像, 但他心中可能还有偶像, 他自己把偶像扔了, 就是他把自己内心的偶像扔了, 没有好用, 后来从去一个星期以后, 马上把它打烂完了, 马上就干了, 哦, Graham, 是上帝了, 好, 谢谢,